新冠病毒嘛,其实只要做好防护措施就不用担心 虽说病毒离开宿主后能存活一定的时间 但存活不等于能达到感染条件 只要感染活性和颗粒数的综合水平达到一定的量才行 所以新型冠状病毒经快递外卖产播的可能性极低 而且在运输过程中 在地企业也会对车辆、场所和快件进行消毒 就算是湖北地区发来的快件也是可以收的 提起快递外卖本身收取过程反而更是要小心 大家在取快递取外卖时一定要注意这几点 出门取快递外卖前记得佩戴口罩 可以戴上一次性手套 尽量避免和派送员近距离接触 及时去除外包张或者用75%的酒精擦拭一下 包张要按照生活垃圾分类要求妥善处理 回家后尽快用洗手